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拿 拿借了 你够了吧 不是啊 是我老婆 你喔 为什么要弄离婚啊 我没有要离婚啊 不是离婚 那要分居了吗 那你搞外遇啊 好好好 你都没有时间参与你孩子的成长还有教育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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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的 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就为了这件事情啊 一直吵一直吵 吵了一整个晚上啊 哎呦 不过就是吵架而已嘛 为什么一定要弄到离婚呢 你弄到离婚啊 好 不离婚 我早了 你看我 我这么忙嘛 对不对 我能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忙啊 他们吃 住 要钱吧 总要有一个人去赚钱嘛 对不对 而且我每天晚上回到家 我这么累了 而且我孩子也睡觉了啊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好花多一点的周末时间 尽量地陪他们 但是你也知道了嘛 有时候我还是要加班啊 我真的没办法嘛 其实我上次啊 在法师的营队 好像有一个妈妈提出一样的问题 我也很想知道 法师是怎么说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很赞叹你用心在孩子的教育 那当然因为你用心的缘故呢 所以你特别的在意 特别在意的缘故呢 所以没有顺着这个模式的话呢 你内心里面会过不去 但有没有可能倒过来 倒过来 你先生呢 现在呢 可能呢 他花的时间少 那你自己啊 主动从你这方面来讲 让他多了解一些孩子的状况 常常跟他分享 他虽然时间少 但因为你常跟他分享的缘故呢 他对孩子状况了解的比较多 因为比较多的缘故呢 你们的观念呢 就会比较接近 就是你要学会的 跟自己的先生去分享 在带孩子过程当中 那么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东西啊 这个分享很重要 那他就会投入更多的这个一个 也因为你签了这个线的缘故啦 从你自己这边去改善 你跟孩子 你跟先生 那甚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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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方面改善的缘故 你先生跟孩子的关系呢 也可以改善 那你要一个人去改变 他原来的模式啊 唯一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让他愿意做啦 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让他愿意做 就是透过我刚刚讲的 那个分享的方式 那或者是说呢 你就刻意的 但是呢 又很自然的 那么让他知道说 孩子现在的教育很重要 人格的养成 在这段时间很重要 就在谈话当中呢 就谈到这个 就是你想办法 让他对这个概念呢 开始越来越重视 不然有时候他不是不愿意 而是呢 他背后的概念 比如他背后的概念说 那男主外女主内啊 如果他这个概念的话 这带孩子本来就是 你应该要做的啊 那那就会有落差 知道吧 那所以你要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去理解 他的行为 跟行为背后的 那个感受 见解 你刚刚说 这个 你对孩子的用心呢 不知不觉呢 也会对先生观过啦 可是你先生跟孩子 同样都是人不是吗 是吧 对 你对孩子 很用心 那对先生也可以很用心啊 人不是因为年纪大 就是很成熟的 不一定呢 所以 你要看到他好的那一部分呢 那 先肯定住 那你希望他 再加强那部分呢 就是呢 自己 讲设计是不好听啦 不过实际上也是设计啦 让他一步一步的跨进来 让你们共同带孩子啦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 可能先生对你也放心啦 所以他把孩子交给你 你照顾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其实那也是好事啊 他觉得这孩子你带 就可以带得很好了 他放心嘛 放心所以他就 就 比较少去 关顾嘛 这样子 有 有没有可能啊 你继续还是对孩子用心 但是要对先生更用心 知道吧 因为你想把他拉进来嘛 是吧 把他拉进来的话 你就要让他有那个业力嘛 所以你要常常 你在带孩子过程中 跟他讲 分享 分享很重要 他就会业力越来越深啦 还第二个呢 要诉苦 但是呢你要把握诉苦的原则哦 诉苦跟抱怨是不一样的 抱怨是一种向外指责的一种方向 诉苦呢 是向内 谈到我现在有什么困难 让他知道说 我现在带孩子有什么困难 那 不要把自己当很强嘛 我有困难 我很希望你的协助 这样子 从这种角度 他就会悲悯你 你知道吧 他就会来协助你 这样子 就你要学会诉苦 现在带孩子呢 有遇到什么困难等等等等 就在分享过程中 学会诉苦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抱怨的话 一定没有好结局的 你看都是你不带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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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抱怨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竖起啊 一个防御的墙 之后呢 两个就变成吵架 你的目的只是希望孩子好 可是到后来变成两个不好 两个不好 因为影响孩子嘛 听完法师说的 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说啊 其实啊 我还是有时间可以 多陪陪小孩 多陪陪老婆的 只是啊 有的时候嘛 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啊 你就想打打电动啊 看看电视什么的 嗯 说不定啊 你太太也只是需要啊 人家多陪陪她聊天 然后帮她分担一点家务事嘛 嗯 没错没错 我觉得法师说的话啊 实在太有道理了 欸 你看啊 如果我把法师的话 拿去给我太太听 欸 她会不会就不那么生气了 欸 哎呦 你啊 应该要先回家 哦 释出你的善意 然后啊 多陪陪她 多陪陪小朋友 不然啊 你直接把这拿给她看 欸 她会觉得你好像在指责她 欸 对对对对对 欸我懂了 嘿嘿 这一次啊 真的要谢谢你了 嘿嘿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 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深度 与广度 也提升我们生命的高度 心灵对话节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比赛 大 Babylon 大文字幕 大陆 大陆